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能吃到新鲜的蔬菜 加之韩国本土的各种肉类都相当昂贵 就更不要说能吃到其中最昂贵的五花肉了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韩国人就以五花肉和烧酒做一种奢侈饮食搭配 并在那个时候五花肉就在韩国各处开始流行 而且在1994年五花肉还被收入到了韩国的国语词典礼 而韩国人对五花肉的偏爱也令人咋舌 要知道一头猪身上的五花肉远仅仅只占全身的10% 这就导致了五花肉本身的稀缺 再加上韩国人对其他部位肉类非常朗络 这就让韩国本土的五花肉价格一路飙升成天价 甚至远远超过本土牛肉等别的肉类 这主要是因为韩国本身的沙尘和粉尘都非常重 大家都认为五花肉能够对抗沙尘和粉尘 也因此五花肉最初的消费群体是矿工和建筑工 因此对抗每年四五月份的沙尘暴 因此韩国人特别爱吃他们的国产五花肉 而本土的五花肉价格又是如此之高 加上韩国普遍民众都比较节俭 因此韩国民众在生活中吃到五花肉的机会还是不多 可是在韩国进口的肉类都会比较便宜 可为什么他们却独爱吃国产的五花肉呢 因为他们认为国产的东西比较符合自己的体质 所以对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来说 吃五花肉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他们也很羡慕中国人 毕竟在我国五花肉是可以放开了吃的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